以前,我们以菲利门书做一个平台,然后从菲利门书我们来学习,虽然它是短短的一章而已,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本书,才有二十五戒,也没有章,可怜短到可怜到只有二十五戒,然后呢,言文呢有三百三十四个字,希腊言文有三百三十四个字, 然后呢,如果你用中文的,中文来读的话,你票点符号加起来,总共有七百零八个字而已,所以少到很可怜,但是不要小看这本小小的短短的一本书,你看我都从这短短的一本书,我就讲四堂,四堂里面了,从里面太多的奥秘,太多的丰富,太多的智慧,太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去学了,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啊还没讲之前,我就讲个笑话好不好, 大家讲个笑话,来,轻松轻松一下,大概有一个的四年级六岁的小小小女生,在家里玩玩手玩玩玩玩具,然后呢, 然后呢,突然间外面有听到门铃声,叮咚叮咚,然后妈妈就去开门,开门之后呢,她在管手的时候呢,然后突然间她妈妈转过来跟这个小女生说,快叫爸爸,然后她就神情很紧张,干嘛要叫我,叫这个陌生的男人叫我爸爸,难道我一直来我都是被人领养的吗,难道我本来的家庭,本来的父母亲, 不是我的父母亲来的吗,她越看那个男人,好像她的样子年龙,真的有点像,跟我有点像,她就开始害怕起来了,然后她就心里面喊,我不要叫爸爸,然后她的妈妈说,你大孩子你奉承我叫你快点叫爸爸,然后她一直想的,一直很紧张,然后旁边又转了呛呛和婆婆,跟我们孩子乖,去叫爸爸,哇她真的很无聊, 她就站起来,她就说,她就六年纪,才六岁的小女生,跟着公公婆婆说,公公婆婆婆,谢谢你的养育之恩,然后就跟妈妈,妈妈谢谢你的养育之恩,然后就跑向前抱着那个男人,爸爸,然后她妈妈,然后她转过来跟她讲,你疯什么,我就叫你家,楼上叫爸爸下来,这个人要来救你马虫了。 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以为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解,我们很多会错语了吗?这叫表错情。所以,我希望你今天早上不要表错情。 要,你来到教会,你要知道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找朋友,不是相议在一起,而是你来敬拜神来领听上帝的欢迎。 Amen,然后把聚会教给你,教给上帝的动作。 天父,我们感谢赞明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把讲台,聚会和讲道的部分将来申请。 圣灵你亲自来告诺,亲自来教导,亲自来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主你事物赏给我们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奥妙,赐给我们喝食你的马纳,让我们在你的灵命里面能够成长健壮。 主,我感谢赞明你,求求你恩高所有的圣灵前面,恩高你的仆人,恩高兴起,奉耶稣的名字。 那大家,Amen。 正如我所讲的,我们已经来到最后的一个系列,然后呢,还记得上个星期我跟你讲什么? 教会,什么是教会? 考考一下,看你们还有在吗? 什么是教会?请问你们,请问谁是圣体? 基督是圣体啊? 哇,聊聊。 谁是圣体? 我们是圣体。 OK,你是圣体啊。 所以,你跟旁边讲你是圣体,跟旁边讲。 再一次讲,就忘记了你是圣体。 谁是头? 基督是头。 是谁的头? 教会的头。 Amen。 所以,我们有个这个身体的原则和概念。 教会也乃不是一座先出入。 教会也乃不是一座会所。 教会在希腊原文叫做Ecclesia。 Ecclesia意思说, 圣体是上帝从万万人中挑选卷选了我们, 叫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祂。 这叫教会。 如果今天这个标题倒掉了, 没有无所谓。 圣经讲, 耶稣说, 如果你奉我的名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在你们当中。 所以,这才是教会, 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会所。 Amen。 所以,我们来到今天, 我们来看教会, 以教会的原则, 身体的原则来看, 如圣经怎么说,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非利门书》, 如果你有圣经打开《非利门书》, 第十节到十节, 那我们来说, 短短的一个词, 我以圣经和俄本来读啊, 就是为我在神所中所生的儿子, 亚尼西母求你。 他从前以你没有益处, 但如今以你我都有益处。 十二节, 我现在打卦他, 亲自回到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伤的人。 十三节,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未复印所说的魂锁中 给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 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 不是处于勉强 乃是处于干费 十六节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 十六节 不再是奴骨 乃是高过奴骨 你是亲爱的弟兄 在我实在是如此 更何况你呢 这也不均按着肉体说 是按主说 十七节 你若以我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十八节 他若恢复你什么 或欠你什么 都会在我帐上 我必残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二十节 弟兄啊 忘你使我在处理 因你的快乐 并忘你使我在我的心里 在基督里 唱会 阿们 首先我们来看 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原则 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原则 那如果你 回顾 以前我们从第一个系列 到现在呢 我们回顾一下 保罗在写信的时候 这边有一些技巧 你要明白 你要知道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在第一章经经证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从提摩泰写信给我们 所亲爱的 同工 腓力门 和妹子 亚非亚 与我们 从大路宾的亚基部 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 愿恩会平安 从我们 神我们的父 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第一次节 我祷告的时候 提到你们 你会看到呢 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 都是讲到我们 我们看到 保罗在写 其实你了解呢 整本腓力门书的 其实是保罗在写的 可是这里特别强调说 我们写信给你们 他跟一起 跟随在一起写 同弟兄 提摩泰 写信给我们 所亲爱的同工 然后第二节说 以我们同当兵 你看呢 保罗在这里写 我们 就是说 一直来我们 在看的时候 以为这本 这本书信呢 是保罗写的 没错是保罗写的 可是他很强调说 我跟弟兄 提摩泰 一起写信给你们 可是如果你从第四节开始呢 从第四节到最后一节呢 二十五节呢 从那里开始呢 他就开始用我的 我 祷告的时候 可别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 我的神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 这样大的差别呢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从第四节到最后一节呢 都是用摩 之前会用摩的 你看呢 一个真正认识 基督肢体的人 教会是肢体 然后他是一个 不单独行动的人 虽然保罗 单独向斐利门求情 可是他仍然要提摩泰和他一起站在一起 许多人的问题通常今天是怎样 今天有活的时候 很多人有活的时候 才想到要其他人 其他弟兄和他站在一起 可是有功劳的时候啊 有临赏的时候呢 却是一个人独自的去领功 所以教会的肢体不是这样 教会的肢体是一个 一个传队 教会的肢体是我们 是一起的 我看过去很多的教会历史 包括现金都好 那些个人的 很个人过的伟大的传道家 布道家 兴奋家也好 那里上帝中庸的 如果他们一个人的 他们跌倒的只有也很多 但是如果是团队的 就不容易跌倒 因为旁边的弟兄站在一起 等你看着你 你也看着他 互相的勉励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一起来 建立上去的活动 你就不容易被魔鬼 留下屁股 所以保罗 你会看到 保罗写给 腓立本的时候呢 提摩泰可以不用说话 但是他一定要提摩泰 在那里 站在那里 跟他一起 保罗没有单枪屁 整个信的内容 你可以看得出来 是他在写的 但是他还是要提摩泰 跟他站在一起 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原则 提摩泰可以暗中为他祷告 提摩泰可以暗中跟他站在一起 叫他能够讲得很清晰 写着风请求性 然后呢 正如好像五神节 还记得五神节吗 五神节的时候 当圣灵充满这个教会 当圣灵充满这些十二个门徒 和一百二十个人的时候 当人家在讥笑说啊他们无非是被辛酒灌溉 他们喝醉酒而已 然后彼得 圣灵讲彼得和十亿个人站起来 说 但是你会看到 你读圣经的时候 其实是彼得一个人在说 一个人在讲到 可是十亿个人 背后的十亿个人 却跟他站在一起 同一个阵线 这就是身体的原则 十亿个人 其可能没有讲任何货 保罗只有彼得在讲 这就是讲到 基督肢体的原则 自从保罗认识基督了之后 他就不能做一个单枪一马的人 他知道写这么一封信 这么一封的诗函 我们知道不光是保罗在那里 还有提摩太在那里 保罗不是一个自作自私的人 就是自以为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而已 保罗不觉得 天底下 什么人没有都无所谓 可是至少起码 他需要有一个人 叫提摩太比达恩 好像诚一脸唱的 至少还有你 他的心情是这样 起码我还有一个提摩太 跟我在一起 一起写个词 这就是圣体的原则 这就是一个答案 被打的原则 什么时候 你宝贝一个姐妹 像一个姐妹 你宝贝一个弟兄 像一个弟兄 你就是认识身体原则的人 你大家都是互相做自体的人 阿们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称呼 比教一个弟兄的称呼 更贵重 更尊贵 不是因为在教会里面 是某某某牧师 大牧师 主任牧师 那个身份的那个称呼 最尊贵 在教会里面 在圣经里面的形容 最尊贵的称呼 就是兄弟 最尊贵的 没有比一个这样的名称 更尊贵 尊贵的 大牧师 你是弟兄 你是姐妹 所以转过去 如果那个姐妹 你跟他讲你是姐妹 你那个弟兄 你是弟兄 那是弟兄 那是弟兄 这边是没有姐妹 这边是没有弟兄 OK 就是这样 你是弟兄 你姐妹 称呼是最尊贵的 所以认识基督身体的人 就是彼此相 认识彼此相爱的人 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个关系就是爱的关系 应该彼此相爱才对 所以当我们读到腓利门书的时候 挺有意思的 圣经讲 保罗说有同弟兄提摩太 提摩太是弟兄 然后那个腓利门的太太 叫亚非亚也是姐妹 我们知道 那个提摩太是犹太人 亚非亚是女人 是外邦的女人 但是 都两个人都不同肤色的人 可是他们却有同样 同有一个生命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弟兄 虽然他的见解可能 很可能 对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仍然要学习爱 弟兄和姐妹 接下来我们来看 爱的根基 群众是爱的根基 圣经在十字节说 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不处于勉强 乃是处于甘心 保罗虽然有需要 但他愿意悟到斐利门的感受 他说 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保罗是一个上帝中庸的仆人 他知道神的意思如何 他也知道自己的意思如何 保罗也知道 亚尼希姆很乐意很愿意 在那里滋后保罗 留下来滋后保罗 但是他说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一个人可以找到神的意思 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了吗 为所欲为可以做了吗 不是 因为他不知道斐利门的意思 所以他就不做 今天教会的问题 宗远妹之间的问题 不是做得太好 而是做得太多 人的作为太多了 神的作为就 看不见 以至于产生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宗远妹 让我们来写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他所受的限制是 基督身体的限制 这就是一个活在基督身体的人 活在意象底下的人的表现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 神的旨意我们就做了 但我们不管 兄弟姐妹的感受怎么样 我们就做了 你看见 保罗他顾到斐利门的感觉 他自己 他明他自己知道 他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斐利门的意思 他说 他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 你的善行不处于勉强 乃是处于甘心 所以 如果斐利门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愿意不甘心 他也不要 保罗相信 只要他吩咐 斐利门一定听 但他不要斐利门 在全民底下 顺服 只要他有一点点的不愿意 保罗也不要 所以保罗 的一切切 是一个尊重 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肢体的人 他不是因为他的使徒 他不是因为他有权柄了 他总是服在基督的权下 受身的限制 当然有一些是叫斐利门心中很快乐的 那就是斐利门 是斐利门心中永远的痛 也就是当时怎么样 亚尼西姆对不起他 怎么样的 亏欠他 所以 这件事对他来讲是根本一缓 一直叫他过不去 所以 保罗很懂得 所以就试着开解他身中的那种结 我们来看 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 15节16节 前错万错还是弟兄 第15节他说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叫你永远得到他 不再是奴婦乃是高破奴婦 亲爱的弟兄弟 我实在是如此 各方是你 这位不拘 是按肉体做乃是按主做 保罗对菲尼文说 神已经将他 将亚尼西姆带回你的身边了 现在一个问题 那么你要不要永远得到他呢 永远得到他 意思是 这个奴婦不再是 不会再离开你的 由于基督的生命 进入了这个人里面 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 不会离开 不是因为他不要离开 不是因为菲尼文能做些什么 而是他叫他不离开 圣经说 你永远得到他 不是在得到一个奴婦 下面说 他不再是奴婦 你再得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是奴婦了 乃是高破奴婦 是亲爱的弟兄 来各方便讲 是亲爱的弟兄 不错 他仍然仍旧还在服侍 可是 就好像其他的奴婦一样的 做事情一样 但是不同了 以前他做奴婦 主人在身边 他在身边的时候 他就坐 他完全是在主人面前坐 主人不在他就懒惰了 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 亚利西姆已经是改变生命中 生命中有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了 有天上的主人在看着他 不管菲尼文有在 没有在都好 他都很努力的 不是做眼前的侍奉 而是好像侍奉主一样的侍奉 菲尼文在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服侍 不在的时候 他也照样服侍 你在天底下 也找不到这样的努力了 保罗是要告诉菲尼文说 你虽然你失去了一个努力 今天你得找了一个亲爱的地球 这是主为你做的东西 你要他仍然是你的努力呢 还是要得找一个亲爱的地球 在这里是我们就看到 基督的爱在里面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可以对待 在兄弟见面的时候 你是一个陌生人 哎呀我们好像是每个礼拜都见面 很熟 但又不适合 但又是很陌生 因为一个礼拜见一次 我们都没有打招 我们没有像 彼此问候的 我常常讲 我们不要做熟悉的陌生人好不好 很熟但是很陌生 其实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你有两个选择 一你就完完全全的每个礼拜来都是这样 我做好我的工作 做好的部分 我有来教会就OK了 还是你想做的更多 你想得到亲爱的弟兄吗 你想得到亲爱的姐妹吗 那么我觉得你应该更进一步的 提起你比较主动的去 关怀 关心 当你关怀人家 关心人家的事情 或者那个人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你也被人家来关怀 而关心 Amen 所以我觉得兄弟妹 你需要这样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 你可以选 可以有选择 要你就好像你是 每个礼拜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情 他用今天讲到 喝不喝我的口味 喝我的口味 感谢神 不喝口味 哎呀就浪费掉了 你可以拜到心情了 但是你可以选择 你今天来不是为了听到 为了要吃饭吃菜 今天有能够菜吃可以吃 而是你今天可以做一个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Amen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 那 我完全明白了 我不知道这里家 你们这里当中 有多少个家 家里面有请过女佣 因为这边讲到努力嘛 家里有女佣啊 有阿桑的啊 家里很好命的 有工人的啊 你就明白了 有些 你请的那些女佣 不要说你家里没有女佣也好 你常常从报纸里面也看得到 那些女佣怎样做啊 你 你 你对他很好啊 他里面呢 他主动是要放一些东西给你进去啊 还是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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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很多的经历啊 我们知道 保罗在讲的就是这样 你希望他是一个奴役呢 还是得到一个亲爱的弟兄 我还没做故事之前 我大概十年前了 2005年 我 那段日子我常常去印尼 因为我在办理的印尼女佣的工作 然后 把那些女佣过来做 做工 那么 我的女佣是很抢手的 为什么比一般的人还强手 因为 那个 那个时间 2000年前啊 啊 不是2000年前 2000年前 200年的时候 我2000年前 我老要 我老要怪啊 老不死啊 200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很抢手的时候 Kristian made 基督徒的女佣 很多人 很多人要基督徒的女佣 而不是要 Islam的 通常 现在你有的那个女佣 都是Islam的 没教的 为什么 基督徒的女佣 会比Islam的女佣好呢 因为 基督徒的女佣 他不用轻轻打高 然后他可以吃肉 但是Islam不能吃肉 所以就比较活动 所以很多人呢 比较喜欢Kristian made 基督徒的女佣 因为可以一起吃肉嘛 所以也可以一起 然后 新主要给他休息嘛 所以就比较活酸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Kristian made 我就办理这些Kristian made 进来 所以我就感觉到 你看 当一个人 我当然不说所有的Kristian made 都是好的 但是我看到 我所带领的 都是从教会 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 教会很穷 家里很穷 他们为了要生活 要赚一点钱 我们拿回去 给他们的家乡 这些姐妹都出来了 出来了 这里工作呢 那我特别照顾她 我不当她们是女佣 因为我有责任 把从她们当工拿 带她们出来 然后就帮助她们 在这个生活 这里聚会 这里找工作 然后 我看到这些姐妹啊 这些印尼女佣 那些姐妹都很好 都很愿意服侍 他们态度和心态 因为他们敬会神的掩护 害怕神的掩护 他们都比一般 那些所谓 从印尼过来的 Islam的 回家的女佣好很多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一个有生命的人 而没有生命的人的分别 Amen 我们继续看下去 接纳 我们今天要讲接纳 然后不只要在里面 保罗写信给菲利门书 菲利门说 你不仅要饶恕 饶恕人很容易的 Sorry 不要碰我啦 Sorry 就算了啦 但是今天上帝的基督的爱 讲道 讲强调 就是饶恕而已 饶恕很多人都可以做的 好啦 算了 大人有大量原谅你 但是我不跟你好了 我不跟你讲话 上帝今天上帝的标准 上帝要求我们的言则 不仅是要饶恕 而且要接纳 我发现到 圣经有很多的字眼 很多的名词 包括恩典啊 包括怜悯啊 包括爱啊 慈爱啊 很多很多的名词 但是我觉得接纳 在圣经里面 是圣经里面最美的一个字 acceptance 在十七节他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你就接纳他 如同接纳我一样 保罗讲明了那么多 因为 远连经里面 他说 他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你就接纳他 如同接纳我一样 如果你能够接纳他 就好像接纳我一样 如果你看得起我 你就觉得他 能够能接纳你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远连经里面 远连经里面 是我心上的人 这只有跟你朋友 讲过了 是我心上的人 但是保罗说 这是我心上的人 你看到保罗现在 将自己 和远连经里面 放在同一双鞋里面 英文说 You never in my shoe You will never know 你不是 你没有穿我的鞋子 你不知道 对吗 现在保罗以自己 来做 尼亚尼西姆 来求 腓立们 你接纳他 你穿飞 保罗不是一个 来说 说大话的人 他想是 站在 尼亚尼西姆的立场 站在尼亚尼西姆的角度 去求腓立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 保罗将自己和尼亚尼西姆 摆在同样一个鞋子里面 和尼亚尼西姆 同样一个命运 同样一个生命 同样一个遭遇 什么叫弟兄相爱 什么叫认识基督的身体 认识基督身体 是接纳很难接纳的阳亚尼西姆 这就是 接纳 你能 我不知道你有看那些 怎样讲 那些综艺节目 香港有一个综艺节目叫 富少 不知道吗 富鲁兽 哇 你们真的很熟灵 你们有看综艺节目 牧师有看综艺节目的 那个综艺节目有一个 有三个人的 一个很矮的 叫名字 矮的叫名字 不知道 糟糕 我不能讲 就有三个 有三个综艺节目的人 富鲁兽 有三个 他们很喜欢伴女人的 叫名字 很矮的叫名字 啊 终于知道了 终于公明听到了 啊 啊 还有一个就是 中间有一个是比较高 比较瘦的 我忘记他叫名字了 一个是比较胖的 啊 啊 那个比较瘦 中间比较瘦比较高的 那个常常讲的 啊 接受不到 接纳是一个 接纳你能够接纳的东西啊 是很容易的 啊 这样就没问题哦 可是 接受 接 接受不到的 接受不住的是怎么样 还是要接纳 因为圣经讲的 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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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接纳 也已经在那里 因为神已经把他生了出来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亲爱的弟兄 所以今天千错万错 都是天父八神的 里面的选择 你有选择跟你 你们四个圣弟姐妹 啊 四个圣弟 你有选择吗 我很恨啊 早知道我不要跟你做弟兄可以吗 不可以的 因为就是生出来了 在这个家庭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说 如果我有个选择 不要做你的弟兄 不可能的 对吗 不可能的 所以家庭就是这样 所以在属灵的家庭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上帝的家庭里面 你有没有选择 如果你今天不跟和好 你跟他 不接纳他 你回到天堂 还是要看到他了 难道你到天堂 你走 走 你看到 你看到他 你左一面 右一面吗 没有了 你还是要面对他 你还是要学习 我的理论是这样 反正你回到天堂 还是要看到他 还是要 抽抽肥 还是要接纳 你没有办法的 要是接纳 这是接纳 所以一个有基督的爱 开玩笑 但是一个真的有基督的爱 真的有基督 按照你里面 从你如何接纳一个人 身上 判得出来 然后呢 不管我这个弟兄 在外面做乞丐也好 他在外面是贫穷 还是富贵也好 依然是我的弟兄 他跟我的看法不同 是我的弟兄 他跟我自同道合也是我的弟兄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 因为我们有共同有同样的一个生命 共有的生命 Amen 看下去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 当你拒绝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肢体 你就是拒绝所有的人 所有的肢体 因为保罗说 你接纳他像接纳我一样 如果你能够接纳保罗 你自然而然一定要学习接纳 今天 你生命中有一些人 你认识的 在教会里面 你不能接纳的吗 今天上帝的话语说 你要接纳 在神的感觉里面 亚利西姆和保罗是一样的高 一般高 是排排座 是一样的 所以在教会里 我们应当彼此接纳 凡基督所接纳的 我们非接纳不可 虽然有些人不可爱 真的看到他很不可爱 可怜没人爱 不是啦 他不可爱 虽然有些人的看法 与我们不一样 但圣经没有告诉说 只接纳那些能够接纳我们 和我们看法一样多 我还记得 我为什么会 去了教会 我为什么会待在教会呢 我为什么会很快 很马 很快的 在很快短短的时间里面 来接纳入住 那我是 大家都知道 我是天生有一些缺陷 我的右手和右脚 伸出来是这么样 因为我妈妈 我生母啦 我生母为了要堕胎 把剁掉 然后就 就拼命吃药 然后吃药 我又很顽皮的 很想来这个世界 所以 即管吃了药 我还是走出来 这个世界来 看这个世界 我因为什么 我因为我有上帝的使命 我要完成上帝药 给我托付的 这个工作 所以 我感谢神就是说 虽然我右手 我右脚 有点缺陷 但是我右脑还好 感谢神 我还很正常 所以 所以 谁要不要讲的我呢 我从小到大 我从我母胎的里面 我妈妈就拒绝我 不接纳 是吗 我一生 我没有选择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一开始就被拒绝了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从小到大 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 我从小都被拒绝了 因为看到 我一定变成这样 哎呀你不可以玩 这个游戏一定可以玩 你不能玩 然后我上学上的学校 我的老师又特别 不特别关爱我 in the sense 哦 这个是因为我是一类 aliens 很多东西你不能做的 所以你坐在一边 体育节你坐在一边 所以 我从小到大 我都会感受到 那种rejection 那种的细绝的感觉 当我来到教会 我第一次 从我十多岁里面的生命里面 第一次被接纳 在教会里面 唯一能够让我感觉到被接纳 哇很欢迎 教会里面的人真的很有爱心 很受欢迎的 你知道这样 哎呀每个赞你来了 我欢迎你 跟你握手啊 问你好不好啊 你吃饱了没有啊 哇 这是完全不很快的被 很快的就被上帝的爱 涌拿进去 所以 兄妹妹 尖啊 是罪名的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若恢复你什么 或欠你什么 都会在 都会在 我藏上十九节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 亲里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 都是亏欠你我 按照历史来讲 我想那次 娘与姨母的逃走啊 可能 的确确啊 是可能 恢复了腓力门 他说 他恢复你什么 或欠你什么 都会在我 帐上 保罗说 我必偿还 保罗说 你不必再记过这件事情 他说 欠你的都算在我的帐上 我真希望有这样的必须 以后我去外面借钱 可以找他 算他的帐上 他说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 亲里写的 以前 人啊 写信啊 都是带笔的 保罗啊 因为总是有一个 书童啊 所谓的书童 来跟他在一起 所以呢 保罗很多的书信 都是带笔的 就是啊 他讲 我现在写 写信给 以佛所教会 然后愿恩惠 在他们旁边就在 抄了 但是啊 这里啊 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保罗不放心 所以他补上这一句 这是我保罗亲里写的 前面的 之前的 第十八章之前的 前面的 是不是保罗写的 我们不知道 但这一句话 我必偿还 这四个字 是我保罗亲里写的 他表示 慎重 表示很 很认真的 对腓利文说 我必偿还 这个是我亲里写的 我读的时候 我很感动 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互相做之 到底我们有没有 活出 教会的时机来呢 到底我们 认不认识基督的身体呢 就根据我们 能不能接纳一个人 我们看到 保罗已经接纳 亚尼西姨 因为他说 他是我心上的 我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 也是亏欠于我 保罗提醒 提醒 弗利文说 如果你要算账 算不了的 连你都欠我的 因为 因为保罗把他 传福音给他 带给他 带给他 我们知道 保罗爱 亚尼西姨的缘故 凡是 亚尼西姨 亏欠的 那笔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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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赞 能够 这笔赞 他拿了一笔很大的钱 离开他的主人 因为他要靠着笔赞 来养生 养活自己 我相信 我们相信 这一次的亏欠 不是普通亏欠 这一次的亏欠 是一个很大的亏欠 如果是点点几毛钱 保罗就不用写信给斐利门求情 他一定是准备很大 所以保罗说 凡是他亏欠你的 都会在我站上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为什么保罗这样做 为什么保罗跟他这样做 傻啊 他有钱啊 有钱没有地方活 不是 保罗为什么这样做 保罗这样做没有别的 是因为爱 这个有年级的保罗 为基督被求的保罗 他的爱不仅在原义上 他的爱是发挥在他的行动上 完全的发挥出来的 所以很多人 宿地姐妹很多人不懂得爱 包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不懂爱 以为过来口中就是爱 常常那种关心啊 关怀啊 你好吗 都知道爱 真正的爱是要付出的人 真正的爱是要得到你的头 真正的爱是让你很麻烦的 我就很感受到什么叫爱 我们去帮一些人得到的结果 不一定是他回头来跟你感谢 谢谢主 我们意思 这路走来我帮助不少的人 帮助那个人 反正那个人没有谢谢你 还背后讲了很多很多招呼 都是他 都是这样 害到我这样 你爱他 反而害他 有时候真的有时候 如果没有一点点有基督的爱 真的很像 smatch那个人 然后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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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改变成会有爱 爱心不是在 你有你可以做的道路 爱心是 你知道你做完了之后 那个人可能是误会你的 那个人可能是讨厌你的 你还是在做 你问我 牧师 那牧师有点来RPU精神吗 这样你不是有点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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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现在你看 是谁损失了 是非利盟损失吗 没有 保罗在财户上损失的时候了 他说 都跪在我的帐上 轮到他的时候了 所以但为了一个弟兄 他愿意这样做 你看到吗 这里 从非利盟里面 我们看到 充满着基督 教会 不是法庭 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来跟你从旁边讲 教会不是法庭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 你看到一个弟兄 他管他做错东西 你不要说 那 你看到没有 你做错了 教会不是法庭 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所以 林肯 学习 不要看人家的缺点 看人家的云点 哎呦 今天 一比零零打得更特别好 他打错了 不要 不要讲 开玩笑 开玩笑 这就是一个 他要充满爱的地方 所以这本 腓利盟书 我们读完整个腓利盟书 你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的保罗 成熟到一个地步呢 叫我们想起一个人来 谁 耶稣奇 这里有一个人 几乎他的 形象 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 磨成上帝儿子的形象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 尼亚尼希姆呢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 我们每一个都是尼亚尼希姆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奴隶 我们都是逃奴 我们哪一个人 在没有得救之前 不像逃奴一样呢 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他怎样说 父王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 他们不知道 保罗在腓利盟书里面表现的 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尼亚尼希姆 主耶稣在他十字架上 为我们向父神祈求求情 他怎样求情呢 他若会欠你的 或欠你什么的 都归在我耶稣基督的站里 然后他用自己的保罗 写四个大字 我必财荒 这是一句 他用他自己的血液 来写四个 亲笔写四个 就是我必财荒 最后 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的时候 当你不嫌疑接纳的时候 我告诉你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不是拿圣经来 来吓唬你 但是这的确是圣经的 圣经里面所信 圣经讲什么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看出结束 他讲说 你这无用的人 丢在外面 黑暗里 那里 必要挨苦切子 然后在 度假福音第三章 二十八章 你们要看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众先知在神的面前 你们却感到外面 在那里 就必哀苦切子了 兄弟妹 你看到没有 当 我们不接纳的时候 你想一想 一天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不接纳你的时候 他说 我把你溜去外面 砍到外面 注意这外面 外面就是不在里面 外面就是被接纳的角度 你们就要哀苦切子了 你们有什么哀苦切子吗 回去 念一下 可以念到哀苦切子 你闭两只眼睛 然后咬你牙齿 用牙齿来磨你牙齿 哀苦切子了 先解析哀苦切子的接纳弟兄弟 免得将来你在神的面前哀苦切子 得了论了不爱教训他 真的 咬牙切子的 接纳 那个不能接纳的人 然后 为什么说接纳是最美的字 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第四节 这里有啊 希伯来书第四章 第四节 他讲了吗 亚伯 亚伯因这信 献祭以神 比甘乙 献上的更美 献上的所献的更美 因此 便得称义的见证 这就是神指的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 仍然所亡 我并不是空白讲过的 接纳真的是圣经里面是罪名的 真实 因为不是我讲的 是上帝讲的 上帝 圣经有两个人 圣经里记载有两个人 一个是亚伯 亚伯将他的祭物献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接纳他 他们一接纳的时候说这是罪名的 所以接纳是罪名的 然后盖颖将祭物献上之后 上帝不接纳盖盖的 结果盖颖很生气 嫉妒妒忌 他就把他的弟弟杀死了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接纳 为什么我们不只要饶恕 而且要接纳 因为 免得一天我们不被接纳 被丢在外面 被赶到外面 我们就爱不切死 所以接纳是最美的 大家跟旁边讲接纳是最美的 你能够做一个接纳的人 你就是一个美女 你是一个帅哥 帅哥是帅哥 你是帅哥 你是美女 不如我讲的 原来 你看圣经里面的弟弟的美 不是那些外在的美女 每次你能够 能够一个光红大量 能够接纳一个人 叫你 你要做帅哥吗 要做美女吗 不用用美容品的 要做美女的帅哥 要有个光红大量的 来接纳你的弟兄 接纳你的姐姐 拥有一个神明 谁的神明 耶稣基督的神明 然后要接纳 因为天父也接纳了我们 如果你不接纳人 天父也不接纳你 来我们一起讲一讲吧 是